113年前的今天,1905年9月5日,日俄双方在美国经过了长达25天的谈判后,签订了《朴茨茅斯条约》,正式结束了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, 明石元二郎图片里其貌不扬挨老头,明石元二郎,在日本被尊称为天才的特工王者,是日本人心目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人物,现在的日本史学界,对此人有着如此高的评数,没了奶木西点,绿顺也拿下来了,没了东湘平八郎,日本海大海战也能赢,但要没了明石元二郎,日本绝不能赢得日俄战争, 日本史学界对明石元二郎如此之高的评价,客观而言确实也毫不为过,日俄战争期间,此人在俄国搞出的一系列颠覆活动,为日本赢得日俄战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,是让战争天平倾斜,向日本一方,的一颗最重量级的幕后砝码, 明石元二郎生于1864年,元祖是日本战国时代,著名的基督名将明石全灯,其父是明治维新时黑田藩的岛幕派领袖明石驻九郎 1883年,明石元二郎毕业,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,1889年毕业于陆军大学第五期,在陆市,陆大学习期间,明石元二郎的成绩差得不能再差, 而且为人怪异邋遢,几乎没有人能和他交往,勉强在陆大混到毕业证的明石元二郎,可以说没有什么军事方面的天赋和才华,但此人却是一个天生的顶级特工,几乎没有受过任何的专业特工训练, 却是在日俄战争中,搞出了一系列逆天性的间谍活动,借或以一人之力,扭转了整个日本国的命运,从陆大毕业之后,明石元二郎先是被派到了陆军参谋部任职,作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三部员,先后出访过中国、菲律宾、法国、德国等亚洲多个国家,明石元二郎在这一系列的出访期间,竟然奇迹性地学会了七个国家的语言, 1902年,明石元二郎被派到日本设在圣彼得堡的驻俄领事馆,担任俄国公使馆的陆军武官,在驻俄国大使馆的这段期间,明石元二郎敏锐地探查到当时的沙皇俄国貌似庞大坚固,实际内部的根基已出现了多方面的裂痕,首先是俄国内部出现了多股反沙皇专制的思潮, 其中有社会改良派、资产阶级革命派、布尔什维克政党等等,此次是被沙皇俄国征服地区的民族,如芬兰、波兰乃至外蒙古等等,同样也形成了多股反沙皇的势力,沙皇俄国内部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锐, 1904年初,日俄战争爆发,明石元二郎根据调查到德国内部的各种矛盾,向军部发去申请一笔巨额资金的报告,建议支持,利用俄国境内的各种反沙皇势力,趁日俄战争施机在俄国内部搞出大规模的颠覆活动, 长岗外使明石元二郎的这一建议,得到了时任日军参谋司长的长岗外使的鼎力支持,此后长岗外使力排众议,为明石元二郎争取到了100万日元的巨资,当时的日元是和黄金直接挂钩的,一日元等于0.75克黄金,为明石元二郎争取到这笔巨垮的长岗外使,当时的职务相当于日本军队的副总参谋长, 而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日元稍多,那时俄国境内反沙皇室里中力量最大的,是列宁创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,因此明石元二郎拿到了这笔庞大的巨款,首先到了瑞士的第二大城市日内瓦,找到了当时流亡到俄国之外的列宁,明石元二郎见到列宁后提出,日本帝国基于公益,愿提供巨额银钱,援助俄国的布尔什维克, 当发起反沙皇的起义,列宁一开始已在战争时期接受敌国的资助数叛国行为,对明石元二郎的提议表示了拒绝接受,不过明石元二郎继续对列宁有说道, 罗曼诺夫的沙皇是斯拉夫人,您是达达族的加梅部落人,列宁的祖母是达达人,即蒙古人,少数民族借助友邦的力量,推翻包军斯拉夫皇帝,怎能算是叛国,有名石元二郎想出的合适理由, 于是列宁便委托托洛洛茨基,接受了日本资助的革命资金,之后,俄国爆发了被称为十月革命总演戏的1905年革命,成功游戏列宁接受了日本资助的革命资金之后, 明石元二郎又陆续,找到了其他的反沙皇设例,期间会见过芬兰独立领袖,煽动过波罗的海三小国独立运动, 同时还不知情报通缉网,策反俄国军官,阻碍俄,国向远东地区兵力的运输,秘密偷渡武器给反帝俄组织, 日俄战争就这么几乎是凭着一个人的力量,明石元二郎在日俄战争爆发后,把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后院搞得倒抽着起了火, 由于俄国各派反沙皇的势力,要从明石元二郎哪里接受资助,因此必须要将制定出的具体计划, 首先交到明石元二郎手中,计划方案得到了明石元二郎的认可后,才能够从明石元二郎领受到资助金, 而当时俄国境内的各派反沙皇组织,大部分之前都还没展开直接斗争的经验, 这样有着天才特工头脑的明石元二郎,便凭借提供资金的机会参与到各派反沙皇组织起义计划的制定中, 为各派反沙皇组织修改,制定出了更犀利的暗杀,变乱计划, 为成了各派反沙皇组织实施暗杀,变乱的幕后实际策划者, 于是从沙俄内政部长维亚切斯拉夫的被暗杀, 到一天时间有4600名俄国工人伤亡的彼得堡星期日惨案, 再到波江金号战舰华变的六三政变,以及芬兰等过对沙皇俄国展开的武装斗争, 背后都可以找到明石元二郎的暗影,明石元二郎就这样用一百万日元, 在沙皇的后院,点燃起了一堆堆的大火,成了为日本赢得日俄战争胜利的决定性主因, 乃木西点日俄战争时期的日本,从各方面和沙皇俄国, 尚不在一个数量级上,虽然东乡平巴郎指挥日本海军全建了尼古拉二世, 绕了半个,地球调来的舰队,虽然乃木西点指挥日本陆军在中国东北, 也打赢了陆地上的一些列战役,但是日本军队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, 而当时日本的总兵力仅有25万,沙皇俄国的军队, 却是有着近200万之重,如果尼古拉二世继续往远东调兵, 再打下去好也能耗光日本的所有军队,然而后院被明石元二郎搞得到处起火, 为了平定国内各方面的叛乱,尼古拉二世已经无法再往远东调兵了, 只能是心有不甘的认输结束了日俄战争, 因此力排众议为明石元二郎拨下巨款的长纲卖史, 战后对明石元二郎的评价是,明石一人可抵陆军十个师团, 当时日本陆军的总兵力也不过十个师团, 长纲外势的言外之意,明石元二郎一个人便超过了整个日本陆军, 中文字幕提供的硬栏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提供的硬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